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八月二十九號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朱鳳志 新聞焦點先來帶您看到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昨天公布了新北市新增一件非洲豬瘟的病毒核酸陽性案例 累計到目前陽性案例一共是有十一件 同時也在查獲了四場使用違法廚餘 另外高雄市長陳其邁昨天親自到彌陀查看養豬場 說會積極輔導業者們敢用飼料餵養 全力防堵非洲主文 白白胖胖的肉豬躺在養豬場內 豬農向高雄市長陳其邁說明 過去處於養豬的處理流程 其實比飼料餵養麻煩許多 國內最近接連查獲非洲豬瘟陽性的走私肉製品 為防範非洲豬瘟農委會宣布九月起暫停廚餘養豬一個月 陳其邁二十八號下午特別到彌陀查看以轉型為飼料餵養的豬場 希望借盡成功經驗輔導更多業者轉型 並表示會加碼飼料插額補貼 在梅頭豬的補助五百元的部分 市政府會加碼再補助一百元 來協助我們養豬業者 能夠從廚餘的飼養改成飼料的飼養 非洲豬瘟有關食品的東西很嚴重 所以關於非洲豬瘟這些廚餘的防疫方面都要非常注意 高雄二十五號出現首建越南走私肉品 韓非洲豬瘟 讓市府這幾天加大力度宣導 並機查養豬場 二十六號就查獲陸竹一家小型養豬場 非法使用廚餘餵養豬汁 環保局正在追蹤廚餘來源 業者則依違反飼料管理法及畜牧法 開罰共六萬元 陳其邁也再次呼籲豬農 配合鎖法 共同保護臺灣豬 記者 陳幻宇 陳顯坤 高雄報導 農委會宣布從九月開始禁止使用廚餘養豬 臺北市估計會增加六十公噸廚餘 環保局將開放三座焚化廠免費回收 親運業者可以送來焚化處理 而環保署也呼籲大家要配合洗食 減少廚餘量 如果要送交清潔隊 必須要先瀝乾減少體積 資源回收車收來的廚餘送到內湖焚化廠 指定地點倒入垃圾車 廚餘中大量水分會先溺出 最後再統一焚化處理 九月一號起中央宣布暫停廚餘養豬 北市業者可預約把廚餘 載到室內三座焚化廠免費回收 還有運費補助 目前家戶加上餐廳學校等機關 產生的廚餘每天估計約六十公噸 環保局表示廚餘還是最希望能再利用 不過非常時期要阻絕非洲豬瘟病毒 進入養豬場配合焚化確保安全 而新竹市在環保署補助下 建置這套高效廚餘處理設施 透過微生物發酵廚餘便有機械質 可運用在土壤改良上 不過處理量能有限 因此新竹市部分的廚餘也採焚化處理 下午環保署長張子敬前往新竹市市查 強調未來一個月暫停廚餘養豬不會改變原來收集 清運方式 但呼籲民眾這段期間配合 洗濕減量將廚餘立竿後排出 由於政府已經提供了廚餘免費回收服務 若業者還是任意棄置污染環境 可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 並可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記者們陳昌回 張君豪綜合報導 來看今天各大報的重點新聞 首先是自由時報 路透二十七號獨家引述美國官員披露 美國國防部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部長蔡希 近日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黃雪平 舉行了視訊會議 這是拜登上任以來 美中軍方高層首度會談 根據了解主要是討論阿富汗的現況 《中國時報》來繼續看到 未來要協助及早診斷 長根醫療團隊利用 人工智慧判讀心電圖 篩出了早期 甚至是無症狀心臟衰竭患者 已經受邀在國際頂尖 美國心臟協會大會上發表研究成果 未來也將會執行臨床實驗 聯合把我們來關心 九月一號即將要開學了 未來要因應停課期間的 學習滑坡現象 雙北等多個縣市 一開學就將舉行隨堂診斷測驗 大考中心也將會針對 高三生辦理新型學測試辦口試 如果學生學歷跟不上 學校將會提供補救教學影片 或者是請老師個別關懷輔導 來關心疫情 昨天是本土零確診 零死亡 但是新增了六例境外移入病例 另外第七輪的疫苗接種 將提供AZ疫苗 對象是二十九歲以上還沒有接種過疫苗的民眾 至於即將來臺的BNT疫苗 納入疫苗登記平臺選項 提供還沒有打過疫苗的十八歲以上民眾登記勾選 另外十二到十七歲的學生族群 預計會安排到掃員裡集中接種 國內新冠本土病例二十八號周六再度零確診 也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而這也是四天內第三度本土零確診 不過新增六例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有四例已經完整接種兩劑疫苗 比較特別的是有位個案曾經接種過印度自製疫苗 卻仍然確診 是國內首見該廠牌突破性感染事件 由於第六輪高端疫苗接種將近尾聲 指揮中心也公佈第七輪將接種AZ疫苗 對象是七月十九號以前 意願登記選AZ者 而且尚未接種過疫苗的二十九歲以上民眾 以及十八歲以上第九類對象 預約時間為八月二十九號週日上午十點 到下週二三十一號中午十二點截止 施打時間為九月三號到九月十號 預估約有百萬人符合資格 但如果這些對象想增加選擇BNT疫苗 則必須在八月三十一號下午四點以後 才可以加選 而輝瑞BNT疫苗也從二十八號週末下午兩點起納入疫苗 登記平臺選項 開放登記對象包括從未接種過疫苗的十八歲以上民眾 而十二歲到十七歲學生族群則會安排到校園集中接種 或是一通知書到地方政府衛生局指定的合約醫療院所接種 還是一樣跟流感一樣 大家會有相關的說明書跟那個家長同意書 讓家長能夠審視 指揮中心表示 國外研究顯示 接種BNT疫苗比較容易引發心肌炎等副作用 又以年輕男性風險較高 此外還有發燒 頭暈頭痛等輕微症狀 相關風險都會讓家長知道 如果有慢性病則建議先諮詢醫師 再決定是否施打 至於疫苗預約平臺下午兩點 一度當機無法登入 陳時中表示這跟搶票不一樣 也不是先搶先贏 呼籲民眾晚一點再登記 記者羅斯米秋夫財 台報道 指揮中心在昨天公布本土疫情 是再次加零 但是新北市的板橋大遠北 昨天上午卻是緊急停業消毒 新北市政府也進一步證實 在百貨公司的一名員工PCR陽性確診 北東百貨公司在這一個公共場所的消費 我們一定採取更嚴格的高標準來做檢視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PCR陽性 你確認CT值雖然大於30 已經以31了 我們還是要求 我們大遠百要立即啟動 企業快篩 同時大遠百立即做好清箱擴大礦 也擴大採檢 板橋大遠百在週末暫停營業 是因為在一樓的專櫃 乳員工之前身體不適 前往了江紫萃篩檢站進行PCR採檢 結果昨天是陽性確診 而這位員工最後一天的上班日是在26號 新北市衛生局貨報也展開了疫調 並且通知大遠百停業消毒 擴大匡列採檢 市長侯友宇也表示 預估會安排一千五百位的員工前往 亞東醫院採檢 而國產高端疫苗從二十三號開打到現在 傳出有六例接種或通報死亡的案例 禮拜五在各地的接種率都呈現下滑的現象 指揮中心回應 主要是因為高端不良事件 還有輝瑞BNT即將來臺的消息 才會影響到了整體的施打率 打一針就可以預防感染新冠病毒 不過國產高端疫苗本週開打以來 已經傳出六例接種後通報死亡案例 診所醫師表示 受到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影響 不少民眾原本要打高端變得很猶豫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高端疫苗的接種率有逐日下降趨勢 但還沒有緩打潮 從二十三號週一開打第一天的百分之九十二點八 到二十六號週四降到百分之八十二點六 不過五天以來 高端累計接種超過五十五萬人次 至於外傳我國友邦貝里斯想要洽購國產高端疫苗 陳時中回應表示 外交部有跟指揮中心聯繫過 如果高端在臺灣打的量還有剩下 當然會做考慮 但如果還有人要打高端 就不會出貨 記者 羅斯美秋夫財 透露報導 國際最新小點來看到颱風艾達來勢洶洶 在登陸古巴青年島造成了零星災情之後 預料將會沿著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登陸 美國總統拜登警告 艾達正在變成一場非常危險的風暴 民眾不要輕忽 官方也已經展開了大規模的撤離工作 負責收集大氣資訊的飛機 緩緩飛進了颶風艾達的中心 並且遇到了亂流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預估 艾達將會是有史以來侵襲 路易斯安那州最強的風暴之一 當地嚴陣以待 艾達颶風預定登陸的時間 剛好是五級颶風卡翠納十六年紀念日 當年受到卡翠納侵襲 當地有超過一千八百人死亡 還有無數房屋遭到淹沒 美國總統拜登和路易斯安那州 阿拉巴馬州以及密西西比三州州長 討論防災措施 並且警告艾達正在變成一場 非常危險的風暴 民眾不要輕忽 颶風艾達28號清洗古巴七年等 強勢風力已經造成零星災情 預估將會沿著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登陸 經常飽受淹水困擾的牛澳梁周遭地區 以及墨西哥灣的專油平臺 官方都已經展開了大規模的疏散和撤離作業 而受到艾達影響 墨西哥灣油商關閉生產 國際油價周五大漲2% 記者朱峰級武器稱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二十七號表示 喀布爾機場的自殺炸彈攻擊 炸彈客只有一個人 國安顧問小組在對總統拜登進行簡報的時候 也發出了警告 說喀布爾有可能會再次出現襲擊事件 任務指揮官規劃了回擊行動 美軍也證實有利用無人機反擊 擊斃了一名IS成員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日前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 發動自殺炸彈攻擊 奪走十三名美軍和一百六十九名阿富汗人性命 引發國際踏伐 美國總統拜登對外誓言報復 美國會全力追捕凶手 讓攻擊者付出代價 對此美軍火速回應拜登訴求 二十八號透過無人機擊斃一名IS成員 涉嫌參與策劃炸彈攻擊 這項行動由拜登授權 國防部長奧斯丁下令進行 攻擊的目標位在阿富汗東部 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 目前這起攻擊沒有造成平民傷亡 美方這回能快速反擊 有賴密切監控IS 以及打擊極端分子的多年經驗 針對炸彈攻擊事件 美國國防部指出 自殺炸彈客只有一人 爆炸只發生在機場附近的艾比門 白宮證實拜登接獲國安團隊警訊 喀布爾可能再次發生恐怖攻擊 住所國際機場的五千多名美軍 必須嚴正以待 美國國防部表示 過去二十四小時 各國共有八十九架次搬機 撤離約一萬兩千五百人 美國國防部新增三座軍事基地 來收容 加上先前已經規劃了 三座基地 六處合計 共可容納約五萬名阿富汗移民 記者 黃杰 張志佳綜合報導 為了防範新冠疫情蔓延 美國網球協會宣布 球迷必須要出示疫苗施打 證明才可以進場 另外澳洲單日新增了一千一百 二十六例的新冠病毒確診 創下六月中出現 Delta變種病毒後的單日新溝 Delta變種病毒傳染快 澳洲二十八號宣布 過去二十四小時內 新增一千一百二十六例 新冠病毒確診患者 創下六月中出現 Delta變種病毒的單日新高 其中有一千零三十五例確診 都在新南韋斯州 是當地疫情流行以來 確診記錄新高 在全球各國疫情嚴峻下 美國網球協會二十七號發出聲明 表示受到紐約市市長辦公室的強制要求 進入球場觀賽的球迷包括十二歲以上的觀眾 都必須出示至少一劑的疫苗接種證明 才能夠入場 同樣要求接種疫苗的 還有美國直爛NBA 要求所有在比賽中 跟球員裁判 距離在十五英尺以內的工作人員 都必須在新賽季開始之前 接種完兩劑的疫苗 而球隊工作人員 包括教練管理階層 跟其他球場邊的工作人員 像是蔣平攝影師 還有安保醫務人員等 都必須在十月一號前接種疫苗 不過現階段並沒有強制要求球員要接種疫苗 體育賽事要求觀眾跟工作人員施打疫苗 對於疫苗不足的非洲國家 德國則是決定將提供七千萬劑的疫苗 給非洲各國 德國總理梅克爾認為 在局團體會議上 許多國家都認為 非洲需要得到生產疫苗的機會跟權力 梅克爾相信可以逐步轉移技術 以允許在非洲生產疫苗 引發國際關注的中國雲南野生象群出走事件 歷經了十七個月 一千三百多公里的長針 隨著象群的難返 暫時的夠了一個段落 這群在鏡頭前身份地位 堪比是國際巨星的野生象 史詩般的冒險歷程 可以說是一堂非常寶貴的新泰客 坐落在雲南最南端 緊鄰緬甸遼國的西雙版納蒙陽保護區 是一片匆匆郁郁的熱帶森林 周面積達二十四萬一千公頃 廣相當於九個臺北市那麼大 是數量兵維的亞洲象的家 去年三月十六頭大象 在母領隊的帶領下 從保護區裡開溜了 剛開始當地也沒什麼人關注這事 因為大象出來溜大街 對他們來說並不稀奇 直到四月象群私闖民宅 象群在農田裡開趴 象群開自來水喝 象群逛大街 接二連三的爆出後 雲南象群新聞的點擊量和知名度 迅速攀升 象群穿過高山森林 北上的足跡越走越遠 雲南省政府也決定成立一支 緊急應變小組 他們有三百六十人 配備七十六輛汽車和酒駕 無人機 全天二十四小時的追蹤監控大象的行蹤 並沿路根據情況投食未到象群 遠離人類的生活範圍 但這群大食量說餓就餓的教課 哪有那麼容易受控制 農田裡現成的蔬菜水果都成了他們大塊朵夷的食糧 農民可以回答的這麼大方 原因是背後有政府的補償金座支撐 截止8月8日野生動物公眾責任保險城堡公司 受理雅著象造勢審視申報案件1501件 評估定審512.52萬元 目前已經完成理賠939件 兌付保險金216.48萬元 遊蕩的過程有大象拖隊離開 也有母象給隊伍新添了兩頭象寶寶 戲劇性的情節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注 就連直播主都來湊熱鬧 亂床管制區 檢視大象吃過的鳳梨 吃給網民看 求搭傷等行為 讓外界看傻了眼 但官方媒體也著了魔 追隨留言散布小象 吃了九遭最倒的假新聞 還好有專家出面 給亞洲象的飲食習慣做解釋 6月初象群來到距離保護區 居五百公里遠的省會昆明 創下了亞洲象出走最遠的記錄 當地氣候較涼 加上是人類居住密集地 專家學者擔憂 恐怕會對象群的健康 造成不良影響 專家指出那些在人們眼中 看起來可愛的行為 像是在城鎮裡團報在一起 或是就地睡午覺等 事實上都是大象 累了乏了的跡象 好在幾個星期後 象群的路線 居然往南回轉了 總計費時十七個月 跋涉超過一千三百公里的歷險 劑 隨著象群在八月八號 跨越雲南遠江的大橋 暫時地搞一段落 未來還會不會再有象群出走 專家說這誰也說不准 科學證實帶頭的母象 有深刻的記憶能力 對走過的路 喝過的水 吃過的美食都不會忘記 一旦保護區的活動空間 吃的喝的出現問題 他可是有本事說走就走的 恭喜新聞王霍文編譯 台大位在大安區的校園綠印 昂然是難得的都市綠洲 為了要打造更生態永續的校園 校方在台大農場裡擴大水路 並且進行螢火蟲富裕 營造更豐富的生態系 小朋友拿起田螺 放入台大農場內 這一處在疫情期間 拓寬的小水溝 先在水質乾淨的環境中 放入田螺 不久後也會放入營火蟲卵 田螺就是幼蟲的食物 校方希望在此打造 豐富的生態系 校方預期在明年春末夏初 就可以在校園裡 看到一閃一亮的 螢火蟲漫天飛虎 這是台大打造永續校園的計畫之一 校園在北市大安區 占地115公頃 校方要讓這一處難得的都市綠洲 發揮更大的生態功能 五年前一群臺大校友 重返母校捐款超過百萬元 最後決定用於美化校園 規劃小組評估後 決定進行螢火蟲賦育 把學長姐的這一份美意 化為增進校園生物多樣性的養分 記者臺北報導 我們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 文靜的議員 來自補修 在北市大學院 最早的唇的 東北市大學院 在北市大學院 小校正在北市大學院 早就去蘇原 小校正很國一 大學院 最大學院 пс的學院 最大學院 每一種 继续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